各人家宿舍要注意囉 現在的起機車家宿舍不在時因故有好 後期只有75歲 所以受到各人家宿舍 檢視同地的民眾 一定要辦理家宿舍 也才是教會 他不用想法 為到服務中夥 跟二次鑑理站在二月份 將安排三條派向外交的服務 歡迎民眾百合幾歲 祝勤辦理 跟二次鑑理站 為到關懷各人家宿舍的擁落案子 每個月定期和合区的衛生所 科技官合作 提供75歲各人家宿舍 提供和人體公民檢測的擁家宿舍部 只要當月明晚75歲 那就是75歲以上 有違規紀念 那就是丟靠家宿進行的各人家宿舍 收到通知堂 那就是接到定位的通知 都可以臣公辦理到家宿 換換和入會 將以七到二次鑑理站在二月份 安排包括二月十四合 港議官中部衛生所 二月十六合在港議七黨區衛生所 二月十八合在大拿町衛生所 提供助點換家宿舍部 有換家宿舍的高零家宿人 可以帶到家宿的成本 新婚禁的成本 最近兩年一來 同一組的一群商品四張 和配件人體公民的檢測費用 還有換花家宿的規會 在當天交通辦理 歡迎民眾百合機會 酒精震動辦理 世新新聞 我們丟臉書王秀山 跟一起採訪報道 請監管 與五分的三個故事 嘉義市護士系統第一集的營標 原來的提供 這次真的不做不知道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外換池是可以從家裡 把它排除之後 那真的什麼味道都沒有了 嘉義市的城市願景 就是要全民共享 世代宜居 和世界各大城市 所追求的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精神 是一樣的 我們來繼續努力 為家宿舍的未來 人情建設 其中汙水改善 是我們重要的一環 你拆起來的東西 因為在這裡爽亂一點 我是說 要不然我們這裡 要做一個綿花的價值 真的這個工作 做得很好 嘉義市汙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 實施騎乘到113年 總共的經費有達到43.8億 那我們主要的實施區域 是以鐵路與溪的區域 那我們分為9個標案來執行 目前第一標已經在11月底 順利來完工 那後面的2345標也施工中 所以嘉義市政府在汙水下水道工程部分 非常努力積極的來推動 發育市保障地 交友長照 還是生活環境 市府團隊都用心的規劃 執行建設 讓環境永續 留給下一代美麗的家園 讓嘉義市超越嘉義市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